那这次我们要教的重点 就是所谓的单板 就是一个重物 用一个绳子拉着 把它摆来摆去 简单的摆动 叫做所谓的单板 单板OK 就是装置这样子 然后单板有些名词 这些名词原则上 以前都学过 一个叫平衡点 平衡点在力学上的说法 就是合力为力的那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 就没有这样特别这样的教 我们就说最低点 叫做所谓的平衡点 它是力学的说法 就是合力为力的那一点 叫做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 O点 然后呢 我们就把从A到O 从O到B再回来 把它摆去 那么这个A是摆动最大的 摆动最大的 那么有个几个名词 一个说叫摆幅 摆幅 如果用角度 这个所谓的摆脚 摆一摆一摆一摆 所以有一个最大的摆动 摆幅 然后摆脚 摆动它 摆动它 OK 然后 然后从A跑到O 从O跑到B 再回来 跑到O 再回来 跑到A 在那边摆来摆去 就出现了我们以前所学过的名词 就是来回一次 震动一次的时间叫什么 以前讲摆的时候 来回一次 震动一次的时间叫什么 周期很好 所以周期就是震动一次的时间 那同样的 那一秒钟震动 其实是为什么 平律非常好 平律 这两个是以前就学过的名词 一个叫周期 要平律 还学过一个重点 周期跟平律的关系 什么关系 不为导数相成原因 还记得平律的单位 别单位是什么东西吗 赫之简称叫做赫 这是我们以前就学过的事情 这是我们以前就学过的事情 那么 例如我们现在学单摆的重点 这个 单摆的等时性 听说是大利略大哥 大利略大哥在看一个 那个教堂的摆来摆去的时候 发现 他说在同一个地点 然后如果摆角很小的时候 单摆的周期 值跟摆长有关 与摆角大小 与摆垂质量有关 要说单摆的等时性 然后呢 摆角很小 多小 有人要说五度以内 什么之类的 那其实是 要跟你的测量的准确值有关 就是他有点误差 如果你要要求越准 你摆角就要差的越小 依照各位的实验的水准跟程度跟这样的准确值 你拿到三十度四十五度都要摆角很小 因为你们的实验的误差都远超过 这个角度的时候才真的误差 OK 我们一起重点叫做 单摆的周期值跟摆长有关 与摆角大小与摆垂质量无关 角度是一度两度三度四度五度没差 没有差别 垂直中锤的质量是十克二十克三十克也没差 只跟长度有关系 基本上是摆长越长周期越长 但是没有成正比 有一些补习班 有一些参考师有给你公式 不用背 活终生不用背那个公式 活终生只要知道摆长越长周期 越长就好了 记得他没有成正比 不是说长度变两倍 周期就会变成两倍 所以就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在单摆的时候 我们的周期值跟摆长有关 跟摆垂质量以及 那个摆垂质量以及摆角大小无关 摆长越长 我们的周期越长 但是没有成正比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这里的重点就是单摆的等时器 OK吗 要记好 可以吗 可以